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看这一期的相约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去过日本 但是喜欢摄影的小伙伴 去日本一定要想买一台 自己新一个相机吧 相机 那你们在日本买到的相机 是不是都缺少了一个静音功能呢 静音功能对于街拍和一些题材 还是蛮重要的 我相信在弹幕里面 应该已经是一对一了 因为日本的拍照设备 真的不能静音 那么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邀请了导致这个问题的 罪魁祸首 先拿一场吧 科尼卡公司于1991年 推出了科尼卡巧斯相机 这台相机的一个功能 叫做Silent Mode 静音模式 这也是日本的相机 在历史上最后一次 拥有静音功能 这个设计的初衷 是为了方便摄影师 在剧院展馆等 安静的场所拍摄 在相机发布的四年之后 一位摄影师 通过一组极具争议的偷拍作品 掌握了当年的牧村一边位赏 这个作品的名字 就叫做Silent Mode 随着Hello Kitty等形象 所代表的日本卡哇伊文化 走向国际市场 清纯可爱 是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对日本女性的刻板印象 而静音模式 将那些迷茫 劳累 不秀蝙蝠 精神涣散的女性形象 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 或者说争议之处 是颠覆了外界对日本的刻板印象 摄影师的这种偷拍行为 更是直接导致日本修改了法律条文 时至今日 日本的拍照设备 不论是手机还是相机 都不允许拥有精英功能 这个改编了日本摄影史 乃至是日本整个的一个 历史进程的人 就是我们这期的嘉宾 赖户证人 赖户证人于90年代 评价作品Living Room和Silent Mode 斩获第21回牧村依宾位赏 这个奖项可以说是 日本摄影的最高荣誉之一了 赖户也在其中多次担任评委 这一视频我们也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赖户先生 为相约第三期 部分优秀的头脑作品 做的照片点评 大家现在是不是应该 把公屏打在牌面上了 这一视频其实早就录好了 我们现在发出来也是因为 相约第四期的真稿已经开始啦 这次我们也邀请消夜小伙伴们 和我们一起制作真稿海报 和去发一些宣传单 可以说是一次 线上线下的全方位轰炸了 非常感谢你们啦 现在在互联网 那么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起手就通过相约 去进入摄影 那你已经非常幸运了 这就是我在这期想说的开场白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赖户 记得三聊 赖户正人的作品 常常关注内外空间的对立关系 从Living Room 赖户将镜头对准在日的亚洲族裔 以起居室为原点 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再到经营模式 拍摄日本女性在地铁 这个公共空间中的精神面貌 还有野餐这个系列 它记录在公园里野餐的情侣 一年四季 草木荣枯 爱情这种极易消逝的东西 被赖户定格在镜头中 这些野餐店仿佛摩毯一样 人坐在上面 好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 这些处于爱恋中的人们 有一种无形的气场 将两个人的世界 和公园的环境 时空分割 如果我们纵观这三个肖像作品 会发现赖户的创作思路 还是比较清晰的 Living Room是赖户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他的关注慢慢地 从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向了外部 进而才出现了Silent Mode 野餐 槟榔 这一系列的作品 在我们的印象中 赖户似乎是一位非常专注于 展示日本社会面貌的摄影家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赖户摄影生涯开端 他始终无法将相机 去对准日本社会 这一切都要从赖户的 第一个摄影作品 曼谷和内聊起来 赖户正人 1953年出生于泰国 十年前 他的父亲贝征入伍 参加了滇冕战争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 他的父亲听闻传言说 下级以上的军官 都会被定为战俘被处刑 于是伪装成越南人 留在了当时老窝人 中国人 越南人都聚集的 台国边境城市 乌龙 之后呢 与他来自越南的母亲结婚 那赖户到9岁的时候 与他的妹妹一起 被父亲送回日本福岛上小学 自此开始了在日本20年的生活 出到日本的时候 赖户正人由于不会说日语 也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什么阳气的特长 竟然是外国人 而被同学耻笑 但是他靠着跑步 跑得比别人快 一起前耻 在日本的前三年 他跟着叔叔 郑次家一起生活 度过了截然不同的 乡野时光 三年以后呢 他的父母也回到了日本 全家人一起在日本 开始新的生活 在泰国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是靠 开照相馆谋生的 回了日本之后 依然干着老本行 赖户正人是家里的长子 按照日本的传统习俗 长子需要继承家业 于是在高中毕业之后 他到东京学习摄影 由于这不是他最喜欢的专业 因此在最初学习摄影的时候 他感到非常迷茫 直到一年之后 在银座的尼康沙龙 看到了森山大道的一个展览 叫做原野物语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粗糙的粒子沐浴在光芒之中 给人一种湿润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冲击 仿佛被带入了一个 未知维度的摄影世界里 森山大道的照片 就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 他开始渐渐喜欢上了摄影这件事 在那之后呢 他也参加了森山大道 所开设的研究班 到生赖昌久所在的事务所 做起了助手 这两个人是他摄影生涯中的 良师益友 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 病毒来形容 这两位大师对他的影响 可以说这样的影响 是根深蒂固不可磨灭的 在后来他也成功的 将这种深入骨髓的影响 变异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1982年 30岁的他回到了 自己出生的地方 泰国 这一次的旅行 对于一直在探索 创作道路的他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他在泰国的时候 住在一个叫做亚洲公寓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 这是一个无人管辖的边缘地带 在那卖什么的都有 卖菜 卖肉 卖参 充斥着各种中毒的人 酒鬼或者是药物中毒者 各种的边缘人群 也在这里得到了接纳 不论是男童性恋 或者是一桩癖 这是一个所有人和物 都等价的地方 这种混乱的状态 也吸引了他 他把自己融入 这样的街道中 但作为一个局外人 和扫街的摄影师 他的身份又在不断抽离 语言和气味唤醒了 他记忆深处的童年时光 从此身份认知成为了他创作中一大重要课题 一年之后他陪母亲去了河内 是他母亲的故乡 这可以说是一次寻坑之旅 彼时的河内呢 正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重现 在当时的越南街上是禁止拍照的 于是姨妈的庭院就成为了他的写真馆 来来往往的人都在那里被他留下了影像 在这之后的几年 他频繁的来往于曼谷与河内 曼谷河内1982-1987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拍摄完成的 这个系列作品是他对自己的身份 认知 探索 唤醒与重建的精神旅程 在这个精神旅程中 他面对越南和泰国的历史背景与现状 用镜头作为眼睛 将内心隐藏在相机后 以局中人和局外人的身份交织 一次次的按下快门 寻找未曾见过 又藏匿在潜意识中的景象 曼谷河内作为他的第一部作品 拿到了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 他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独立的职业摄影人 80年代末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白热化时期 到了90年代 有很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打工者 也纷纷涌入日本 这当中也有赖户在泰国的朋友 在这期间 赖户也带着中泰混血的妻子 段到东京定居生活 与这些人的交往 使他对身份认知和东京这个地方 有了新的感悟 就在这些感悟中 他创造了Living Room Tokyo 1989-1994这个系列的作品 这组作品中的人物来自于东亚的各个国家 中国 泰国 柬埔寨 越南等等 照片的拍摄场所 就是这些人物在东京的住所 在这个拍摄过程中 他回溯自己的童年与成长 自己到底是泰国人 越南人 还是日本人 起居时就像是他的出生地乌龙 在几十年前的缩影 他属于每个地方 又不属于任何地方 这一切在东京都可以找到归宿 他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寻找的身份 就在东京 在这个奇妙的包容万象的城市里 他在拍摄中看到了自己 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这一系列的作品宣告着 身份认知这个课题的结束 再后来他拍摄了 Silent Mode Picnic 冰狼 See Them这些作品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他的观察点发生了变化 他的观察由向内转移到了向外 由对人转移到了对物体 对景观 对自然上 由全局转移到了微观 他一直在寻找不同的方式 使自己与外部产生关联 来探讨内外空间的对立 其实日本摄影史的脉络十分清晰 8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80年代后期 以山本博斯为首的这样一群艺术家 打破了艺术跟摄影的边界 使这个边界逐渐模糊消失 日本摄影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赖户正人也是这个浪潮中的一员 但是他更明确地坚持了自己摄影家 而非使用摄影的艺术家这一身份 传承了日本摄影与排剧连结的传统 赖户说过 时代在变 年轻人不断在涌现出来 每个人都在尝试不同的拍摄手法 正因为时代在变 我们无法判断 这个时代的东西 它真的是好还是坏 只要尝试过 有所感悟就好了 这句话也是我们一直相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